台資大道 林極營 何文堅 繼續回來台資大道 剛才預告我們會講教育方面的議題 剛才和黃伯也有講教育方面的議題 有時候學位太多 都要看看有沒有實質的用途 最重要的學位是貼地 能夠學子智用 也有高等教育界的思維培訓 今天請到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的校長 劉建德教授和我們聊天 早安Alan 早安 劉教授你好 高科院主力做很多貼地的課程 讓年輕人可以實習、理論、結合的訓練 現在和內地企業也有些合作 不止出力 出錢500萬 最快就25、26年 開辦一些新的智能製造、音樂科技管理、學士科程 構思是怎樣來呢? 怎樣將學界和商界結合呢?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高科院一開始就要應用科學了 很多年前、十二年前已經開始做了 我們跟企業界的關係很好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留意著 究竟現在的社會需要些什麼 國家需要些什麼 或者東南亞區需要些什麼 很多時候跟我們聊天 發覺到有些什麼新的方向 而現在培訓的課程是支援不到 人才出來的 那我們就從那個點開始走 其實在課程設計或者跟企業方面去談一些合作的時候 主要的出發點是怎樣的? 出發點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因為我們做的課程之間 最主要就是希望學生畢業之後幫助社會 都要找到工作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即是實戰的 一定要 即是配合那個與時並進的 所以他們除了在課程之間 我們的課程和大學的課程都沒有一樣的 但不同的 我們多了很多實戰的元素在裡面 例如我們Final Year Project 畢業輪文那些 一定要跟業界合作 我們裡面的學生也要三個月間 必須出去工作 因為我們的老師 每個老師的背後都有幾個企業 那些學生找工作沒有問題 可以說整個學習過程當中 實戰、實習的機會 其實都是比一般的大學多呢? 都很多 起碼他們所有的項目 都是跟業界合作的 所以你說我們跟業界的關係這麼好 他們見到我們搞的課程 也能幫到社會 所以我們跟企業聊天 他們說 不如我們搞一些課程出來 是可以幫到社會 其實他們是無私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課程 給我們300萬做 做完之後他們其實是沒有收益的 但是他們看到社會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我們將會開一個叫做智能製造 因為現在所有產品 所有東西都是說的是數碼 現在都是 第二個就是 自從COVID之後 疫情之後 那些Mental Health Unalness 比較是一個重點 跟著也有另一個企業跟他們談 不如我們要做一些音樂相關的課程 例如我們音樂治療 我們音樂活動管理 也都適應了我們香港 將來我們大都會的民喻發展 或者我們現在說啟德的運動員 將來都會有很多Concert 那就要培養一些人才出來幫社會 你都見到我們的音樂會 因為早前有意外發生之後 我們立即開了舞台工程 短期課程 其實如果長遠計 我們是音樂活動管理的 所以我們就會開一個這樣的課程 也是企業另外給我們300萬做的 最重要是企業 原意真白人捐款 還有給一些實習生的機會 支持 企業的投注 即是有商業的考慮 即是可為的 讓年輕人訓練之後 可以有市場的需要配合 但高科院的校的發展方向是怎樣呢 2012年成立的時候 都是一個職訓局下面的專上學院機構 未來的走向是要朝向什麼方向發展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 未來的走向都會升級大學 都正在走流程 但是我們的定位很重要 我們的定位一定是一個 大學型的高等教育學院 同時間我們都有很多實習的機會給學生 和和企業會對接 所謂的定位就是我們在做應用科學 就是這個定位 但是有其他不同的學院在做不同的 有些人在做醫療 有些人在做商科 我們其實是在裏面盡量不做的 因為我覺得 應該是一個健康一點的發展 就不是大家走一個競爭 如果你說我們個個都自知院下 個個都來鬥我 我鬥你的時候 其實對最終來說 傷的是大家 所有定位很重要 你們在學系上的選擇是怎樣 和其他一些大學有什麼不同呢 我想我們出的課程是完完全全是由企業 會跟我們講有哪個方向 在未來五至十年需要 這個很重要的 如果你說現在即時需要 我立即做課程出來 其實是騙你的 你想想做課程 流程而已 流程而已 大家都明白 然後課程是四年 你說五年半之後 才可能有學生出道理 其實這個行不通的 所以我們企業都看得很遠 其實企業是比我們看得遠 他會知道五至十年後 我們需要什麼人才 我們也有課程是兩年的 即是讓一些高級文憑 立即上來 博第三、第四年 那些是最快可以幫到社會 我們會從這個方向走 還有高科學院DI 有很獨特的學習模式 叫做工讀學士 也有 工作和讀書 工作是工作的工 可以進入課程底下 四天在上班公司 兩天在高科學院上課 即是兩者並行 要有僱主推薦你才能夠讀到 這個學生很受歡迎 即是他又有工資收 又可以上班 又可以進修學士 而且都很專門的 飛機工程、工學士 屋宇設備工程、工學士 這些其實 真的馬上就找到錢了 其實政府還有很多資助 在這些課程之中 我們也會不斷再推多一點 因為其實現在 如果社會現在需要人的話 真空兩年都不行 但這一類課程是最好的 因為他適時有人用 但同一時間 可以增值到現在的員工的知識 因為正在讀 所以大家是Win-Win的 可否說 如果要增加課程方面的範疇 和範圍的話 其實都很靠企業方面的支援 特別是要有企業去支持 才能夠開到一些新的課程 也未必 其實有很多院校的課程 都是自己給錢開的 我來之前都是這樣做的 我來之後 我就覺得一件事就是 既然是標榜和企業這麼close 關係這麼好 其實企業應該參與 借助他們的力量 都不僅是錢的 其實我們設計課程的時候 企業都在 即是融入他們一起 因為大家今早都談過 其實現在的科技發展 比教育發展快 所以有時候 譬如我們改動教育裡面的項目 可能要等半年 一年 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要想辦法 怎樣可以快一點點 這是他們的機構 即是裏面的系統 我就很難去做 但近年政府都說 積極會發展應用科學大學 其實這個方向 其實都是未來高等學府 一個發展方向之一 你們去怎樣照顧這個方向 或者怎樣應對 其實應用科學 已經在其他國家有很久 我在澳洲八年才回來 當年我們那間大學 澳洲都是應用科學大學 其實不是什麼新的 但問題就是 真的要政府支持 這些 還有企業的關係很重要 現在在講應用科學大學聯盟 政府在講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定位 一個聯盟的意思 簡單一點 就是大家輕輕到底 如果大家競爭 就大件事 聯盟的實質意義就會失去 聯盟就是可以互補不足 沒錯 如果聯盟裏面的學校 應該大家有一個定位 大家互補不足 如果我希望 在A發展就去A那間 在B發展就去B那間 這樣就很健康 我的看法 但是運作都幾繁複 圖書館、運動場 要共用 老師又怎樣分 哪間的體系 這些其實都不容易 我想聯盟就不關這個事 聯盟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是應用科學的一個體制 你說如果將來再講 遠一點 一個大學成 就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就是 因為你叫成 理論來說 應該是有些設備 大家共用的 這樣才叫成出來 那裏就會複雜 那裏就要詳細去想 聯盟只不過是 我覺得大家都是應用科學 而大家的定位不同 怎樣看那個修生情況 特別是下學年修生情況 修生情況 其實我們高科院 就 申請的數字很不錯 本地和國內都很不錯 但我們限於有這個名額 限制了 所以 譬如我們今年1月 我們只是 申請者的數字 已經超過上年全年 但我們都是因為名額問題 要按住了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收到很多學生 嗯 是的 這個生緣 都充足 會不會內地招生呢 接下來 現在很多人港票 來香港都進修 或者讀研究院 這個是不是香港成為一個 教育書樓呢 可以 現在我們都會有 開始會有 碩士課程 現在 亦都在走完流程 而我們 那個碩士課程 都是走專的 即 不會說 一個NBA 我們接下來計劃去做的 就是叫做 數碼轉型 即是說 幫那些企業 怎樣將自己的生意 怎樣轉型 做數碼化 這些也是大企業 跟我們談了 我們做出來的 碩士課程 所以 你會見到 國內下來香港 其實的需求很大 但重點就是 為什麼下來高科院 有這麼多人申請呢 就是因為我們 跟企業的關係 而企業 不只是香港企業 國內企業也很多 所以你見到 捐錢給我們也有國內企業 接下來還有一些新的公佈 也有國內企業 或本地企業 再支持我們 再做新的課程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新願來到香港畢業 有很多人會覺得 那些人讀完書 只留在香港 但其實不是太淺 因為我們的看法 就是 怎樣可以培養一班人 在一帶一路的地方發展 即是走出去的 走出去 另一個 現在我們推銷 跟國內合作 就是怎樣把一帶一路 三地一起做 這個就會令到 我們香港企業 如果將來投放 投資在一帶一路的時候 這些就是他們的員工 我們現在走這條路 知道 除了你們跟內地 封越多個城市 有些不同程度的合作 或者一些企業的合作之外 其實跟東南亞的地方 也有一些合作 其實外國都有的 其實我下個禮拜 應該兩個禮拜後 我還去英國 因為都跟英國 有一些聯合 聯合一起做的課程 我們東南亞 譬如簡單是泰國 泰國 我們跟那間 Mahedo University 現在是排名第一 專門做中醫藥的 醫療方面 現在跟我們香港 高科院 和國內的河南 醫學大學 已經合作了 科研中心 其實兩個禮拜後 就是我們帶一班學生去交流 我也想帶一班 正正訟借 我要去英國開會 就是跟這間大學談合作 我們覺得 我們除了看香港 和看國內之外 其實那個 國際市場都很重要的 因為 要令學生有多些機會 向外面走 向外面的一個 眼界闊一點 差很遠的 其實我自己去過外國讀書 也都在外國做過的事 都會看到 他們未必定好 但也未必定差 那你多看一些 你自己將來 做法 就好一點 我聽校長這樣說 高科院很講究 實踐 實戰經驗 我見到你們 除了課程 有這些公讀概念 有很多商校合作 學生當老闆的教學餐廳 那這些概念 其實是怎樣來 怎樣可以 拉到這麼多商界 和你合作呢 這件事 我用回我的字 很多人問過 同一個問題 我就有少許抗拒 譬如學生不著業 立刻創業 因為 其實你那個技巧 譬如你設計 一個很漂亮的產品 你立刻創業 的話 其實那個 只不過是你成功的 十分之一 你還有很多 很多推廣的方向 回計 買料 入料 很多東西都要學 所以因為這樣的情況 我們和商界 大家合作了 談了 我們在學生讀書的時候 就給他學創業了 真的給他去做 不是說教 因為 有時候覺得 我怎樣教你 有些先生都沒有做過老闆 所以我們和企業 就談了 其實可能先生 都是紫上談兵 都沒有做過 所以我們這個項目 企業給我們三個月時間 整個午餐時間 五線時間 那個地方給了我們學生 自己創業 那些學生 讀我們廚藝 和讀酒店管理 就在一起 組了一個隊 自己去運動 那個企業會教他們 怎樣做 怎樣傳賽 怎樣入賽 你計算一下 五市的收支 對 就不收租 真的給學生 我們第二隊都來 完整個流程之後 如果第二次畢業 他真的要創業 他明白了所有的理論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理念 最重要是不用 噴噴老爸的錢出來創業 噴噴學校的錢 開玩笑 但我們另外 獅子會也捐了130萬給我們 也培訓學生 在讀書階段創業 其實你會見到 我們除了實戰之外 另外創業的部分 我們擺得很重 在讀書階段 是 即是要落場 就是剛才說的 要的 其實都是那句說話 有些事情不實戰 紫上談兵 根本是行不通 當我出來 很慶高采烈的創業 但可能一兩年就不見了 其實很傷 其實我們現在都在 製造大專院校 或者教育方面的書樓 接下來北都會 其實很多大學都希望 在那裏 有一個地方 可以托錢他們的校舍 或者在他們的業務上 其實你們自己怎樣看 在教育書樓方面 你們怎樣去看那個配合呢 這件事其實是比較遠一點的 是 我會覺得教育書樓 香港如果再走這條路 是走得通的 因為始終香港的地理環境 和國際接軌 雖然有很多人 說很多人走了 但也有很多公司 在香港設廠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做一個中間點 這個是我們的優點 你做中間點 你就要人才 那你的人才就是 看你哪裏人才 科學人才也有 剛才我說 我們畢業生落地的人才也有 兩類都有 我們畢業生也會繼續讀博士碩士 我們有些應用博士課程 也要上的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教育書樓還在 但我想慢慢演變成 就會是應用多了 因為始終來講 你讀完之後 然後怎樣呢 都說真的要出來實戰 是的 因為企業 如果你的企業發展得強 的時候 你真的要有些實戰的人幫忙 所以為什麼企業肯付錢 我們呢 除了我們講的那兩課程 其實19日我要去英國 那個企業要跟我去的 他也想做一些博士課程 就是希望可以幫企業裏面的人才 高管去讀博士 去幫自己的發展 這一類的需求 是不是都很大呢 如果你的老闆 看藥遠就很大 有些人只看今天 但你看藥遠的時候 將來你的公司都要發展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培養一些人出來 不是看今天 你看看今天就太短了 你要看五年後 究竟這些人是怎樣幫助企業發展 這才重要 這個就真是 配合香港整體的發展方向 我們要找創科 搞這個高科技產業 這些全部都在講 專業的人才 你看日本那種 企業主導的教學模式 他那些博士 在豐田裏面讀 研究出來的專利 又歸回公司 其實香港過去 就太過大學界 和商界的交流 就真的沒有這個 好像DI那麼多的 那麼緊密 我想我們的層次是高一點 即是以前我們經常說 交流 就好像我們培養一些 只是落手落腳去砌的學生 但其實現在不是這樣看的了 現在是說 你要有實戰經驗的同時 你有一個學術上的知識 這樣才能幫到企業 所以我會覺得 現在企業 可以肯投放資源 到一些教導 其實是一個好事來的 也會幫助自己的企業 將來發展 最重要是有企業 用金錢去投票 即是說這種模式 又可用 但校長你高科院 DI畢業生 就業情況又如何呢 即是他們經過幾年的訓練 之後 工作 即是他們要工作 即是很重要 都容易找到工作 即是跟你說 我們跟企業的關係這麼密切 如果我告訴你 找不到工作 即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即是 其實我告訴你 上年3月 我們有個產品設計比賽 由企業支援 比賽那天 很多企業家來給分 給完分之後 有幾件他們很喜歡 然後跟學生說 這幾個你做得不錯 不如你們去錄公司 我立刻可以聘你 我們學生整個班都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 3月份 即是 其實你會見到 因為他們有那個3月 人才方面都是搶的 3月6個月的培育 其實很多時候 已經在那裡 已經被人選了 MT 你可以這樣說 但已經被人選了 還有我們畢業生 一不追進去 因為他們比較實戰 還有那些學術的知識 他們升職機會也很快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們是老闆 你請人 你要請一個 你重新訓練過 請一個進來 立刻可以幫到你的公司 所以分別就是這裏 那接下來 怎樣看應用大學這方面 發展的前景 其實我覺得 前景是好的 應用大學 其實在德國已經很早 已經開始了 在韓國也有 我在澳洲 那時候也發展了那間學校 有很多人會覺得 應用大學的前景 會跟其他大學很不同 或是低一層 但其實不是的 因為看你怎樣看 什麼指標 如果你看排名 那不同玩法 遊戲不同 但如果你看企業的接受程度 應用大學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所以我們現在發展 除了我們學士 碩士 和應用的博士學位 希望將來所有項目 都會跟企業對接 幫到社會 好 今早我們很感謝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的校長 劉健德教授 謝謝